债而希腊的全国民众对于到底是要支持还是反对纾困的案件也陷入分歧 希腊政府表示如果债权人愿意重新谈判的话才可能暂停举行5号的公投 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雅典现在街头却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希腊政府6月30号没有偿还给国际货币基金16亿欧元的欠款 成为第一个倒带的已开发国家 5号预定举行公投让全民表决到底要不要接受欧元区的纾困条件 其实首都雅典的民众普遍赞成书困案也想留在欧元区 但他们对公投没有信心 离开雅典随处可见反对派的宣传广告 对于饱受准劫措施所苦的民众来说 左派政府强硬反抗欧盟大佬好像也帮他们出了一口闷气 但其实认为希腊不是没能力还债 毕竟希腊央行还拥有一百一十二点五顿的黄金 市值约三十八亿欧元 但希腊就是宁愿倒债 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筹码 希腊政府表示 如果债权人愿意重新谈判新案 可能会暂停公投 接下来就看欧元区怎么接招 记者刚才会报导 选 acknowledged 他